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马民众来到张瑶遇害地点附近的广场 举行游行示威 他们高喊口号 我们要安全 呼吁警方尽快将歹徒绳之以法 改善当地的治安 12月5号 就读于罗马美术学院的中国女留学生张瑶 在移民总局办理完手续之后 出门没多久就遭遇了抢劫 之后更是离奇失踪 据意大利华人街报道 直到四天之后 一名在移民局附近工作的人员 了解到有华人女孩失踪的新闻之后 准备前往单位查看附近的监控录像 就在他去单位的路上 发现了女孩的尸体 据罗马警方称 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距离罗马移民总局800米处 在一个火车站附近的草丛里 平时少有人经过 警方还在附近找到了 女孩相关的证件和使用的手机 目前张瑶的尸检结果尚未得出 这些案件引发当地华人极大的关注 罗马的华人团体发言人 意大利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金慧表示 意大利整个华人社区都感到非常愤怒 在光天画地之下 一个人能在警察局边上遭到袭击 实在太荒唐了 据了解 意大利华人目前还自发组织了一个微信群 计划于当地时间12月11号 在意大利多个城市同时举办悼念活动 事件的相关进展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报道 目光聚焦加拿大 日前 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二读通过了 将每年12月13号 定为安大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议案 如果三读通过 安大略省有望成为西方世界 首个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地方 说话的这位女士名叫黄素梅 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名华裔议员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设立南京大毒杀纪念日的议案 就是由她提交的 黄素梅介绍说 在安大略省有260万名亚裔 很多人却不太熟悉这段历史 提出这项议案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纪念这段历史 对受害者及其家庭表示敬意 2017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 因此设立这个纪念日尤为重要 审议这项议案的同时 多伦多二战史诗维护会 日前还在省议会举行了南京大屠杀纪念展 众多二战亲历者以及受害者遗属 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把视线聚焦喀麦龙 来看 画面当中这是一个连体女婴 才刚刚三个月大 不久前一位中国医生 为她做了多余胎体的玻璃手术 可以说是给孩子带来了第二次生命 我说的就是画面上左边的这位医生 他叫颜志金 山西人 今年53岁 是中国第17批原喀麦龙医疗队 吉德医疗分队的队员 颜医生介绍说 越早给连体女婴做手术 恢复的效果就会越好 但是这个医院里面没有小儿监护设备 还缺少麻醉药品 只有短效的麻醉药 药效时间还不到20分钟 而这种程度的手术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一旦手术过程当中孩子乱动 后果是很难预料的 看着病床上的女婴心痛的颜医生 还是决定要冒险尝试一把 没有小儿监护设备 就用听诊器随时监测女婴的心跳 只有短效麻醉药 就让麻醉医生凭借着她的经验 每隔一段时间给孩子再注射一次麻醉针剂 而手术过程当中孩子微弱的哼哼 也成为了主导医生 盐至今判断孩子生命体征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幸运的是两小时之后手术顺利完成 今年是盐医生在卡麦隆的第二个年头 来到吉德医疗分队之前 他曾任努巴尔玛尤医疗分队的队长 带队接诊患者1600余人次 完成了各类手术200余台 我们再来看美国 日前美国南加州大学 为遇害的华裔心理学系教授 曾晓峰举办了追思会 许多师生纷纷来到曾教授 生前工作的实验室 在门口摆放上花束和卡片 曾晓峰今年53岁 在南加大任教已经有16个年头了 校内学生回忆说 曾教授为人幽默 善良温和 对待学生就像是家人一样 据了解曾晓峰是视觉感知研究领域的专家 多次有突破性的发现 今年年初 他还获得了美国卫生研究院的 4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与多个学术机构联合研究 失明如何影响人类脑部 并且担任主持学者 本月初 曾晓峰教授不幸在教室里 被学生连捅树刀身亡 洛杉矶警方称的犯动机 可能是因为双方私人纠纷 具体原因仍有待调查 南加大的师生表示 这起事件让他们想起了 今年6月初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生的 学生枪击教授的血案 必须警惕校园暴力 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能够警醒吗 大家一起努力 不要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实现再转向加拿大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 近日加拿大出现反华人传单一事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据劣质文士出现 涉嫌种族歧视的传单以来 有温哥华居民在日前也表示 他们同样收到了这种传单 住在温哥华西区的华人陈先生 当地时间是2月1号 在自家信箱里面 发现了这样的传单 标题是移民已经变成 对加拿大的掠夺 配图是一家三口 面对一件大雾 其中一个人手指着房子说 而且我听说他们不纳税 一指华人占用当地资源 却付出很少 陈先生表示 传单的内容 把个别现象扩大到了 针对整个华人社区 没有证据支持 明显有误导性 对此卑市省省长简慧之 日前表示 对有人散发这种 种族歧视传单的行为 感到非常的震惊 他还用真可耻来行动 他说最好的应对办法 就是所有人都谴责他 列治文师议员 欧泽光也表示 散发传单的团体 是反移民组织 他们对移民贡献 视而不见 却将移民带来的问题 无限扩大 目前 加拿大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要求收到传单的市民 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 提供信息 目光再转向柬埔寨 您现在看到的是 2016年 马来西亚狮王争霸赛上的一幕 这只在灵活跳跃的狮子 真的是活灵活现 正在表演的这个武师团 来自柬埔寨边陲小镇 波贝 武师团的团长 你看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小伙子 他叫肖振发 肖振发在马德旺出生 今年23岁 是柬埔寨的第四代华裔 别看 人年纪不大 小伙子学习武师 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由于记忆高超 他15岁 就开始担任武师团的团长和教练 由于父母并不赞同他学习武师 认为没有出息 所以肖振发在高中毕业之后 就独自来到了金边 继续拜师学艺 后来还去了马来西亚学艺 考取了国际龙师运动联合会的 国际裁判证 2012年肖振发回到了波贝 扩大了武师团的规模 还开始带队参加国际比赛 在刚开始您看到的那场 失望比赛当中 肖振发的武师队 在参加比赛的38支团队当中 排列第19名 这个成绩 对于一支 从边陲小镇出来的 民间武师队来说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实现 在聚焦利比里亚 画面上的这个小伙子 他叫陈满森 江苏人是中国第四支 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的队员 小陈在蒙罗维亚任务区 可是一个名人 每当周末 不仅防暴队的队员们常来找他 就连当地的中资企业员工 华侨华人也会慕名而来 那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小陈有一门手艺 什么呢 理发 其实九个多月之前 他刚刚来到利比里亚 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 还不会理发 甚至他连发型也不怎么在意 直到有一天 在训练的时候 小陈突然意识到 清爽的发型很重要 因为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 我们代表了国家的形象 但是防暴队驻地周边 根本就没有理发店 于是陈满森开始置办工具 利用休息时间 上网自学理发技巧 还常常找战友练手 渐渐的 很多战友都知道了 小陈会理发的这件事 来找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战友们还调侃说 满森每周必理一发 小陈被叫做满洲礼的外号 也就这么一下子传开了 有一次在利比里亚的华人代表 来参观防暴队 好奇地问 你们防暴队来维和 还自带了理发师 能不能帮我们也理一理呢 陈满森一口就答应了 就这样 陈满森的理发手艺 又在利比里亚的华人圈里 出了名 在香港 有一道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菜 叫做芝士菊龙虾 有一个香港人 他把粤菜的手法 和这道菜结合起来 做出了一道创新菜 那么味道怎么样呢 来走进今天的一位故事 目光聚焦中国香港 画面当中呢 是位于南亚岛的天红海鲜酒家 您现在看到的这道色泽金黄 鲜嫩檀牙的芝士菊龙虾 是店里最受欢迎的一道招牌菜 芝士的味道非常浓郁 然后这个龙虾很大 肉也很质 那么它的芝士呢 大树是用了很多种草原 所以非常特别 另外它的龙虾也很鲜甜美味 那么这道令顾客赞不绝口的 芝士菊龙虾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制作这道菜的师傅 就是天红海鲜酒家的老板 陈永峰 他介绍说 要做芝士菊龙虾 其实并不复杂 关键是工序流畅 每一步都要恰到好处 黄色的那个糕 代表是很美美的 就是每一家龙虾都有的 对 代表是这个西级点 这个本地龙虾才有这个 非常美美的 首先选取新鲜的本地龙虾 将它对半切开之后 去除虚和触角 小心地取出内脏 再把处理好的龙虾 放入高温油锅当中 进行油炸 以保持龙虾当中汁水不流失 大约油炸一分钟之后呢 表皮呈现金黄色 就可以捞出锅了 将半熟的龙虾肉剪开 方便芝士入味 里面呢 我们是用了好几种不同的 芝士 加上我们本地的这个 鱼汤 熬在一起 然后这个芝士香的味道 是特别特别的好 陈永峰介绍说 鱼汤在当地的粤菜做法中 是一种很常见的天然调味品 不仅可以提升菜肴的鲜味 还可以融合多种不同食材的味道 加了鱼汤之后的芝士特别的香浓 接下来呢 将密制的芝士酱 均匀地涂抹虾肉上 再均匀地在虾肉上撒上干芝士碎 再将龙虾焗烤大约十分钟 一盘香喷喷的焗龙虾就可以出炉了 其实呢 这家天红海鲜酒家呢 是陈永峰的父亲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的 十三年前 陈永峰接手之后 开始探索传统粤菜的创新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萌生了做这道芝士菊龙虾的想法 我们经理了 教堂很多的外国客户 他们觉得了 普通的一个做法是比较简单 比较清淡 所以了我们的整个处置团队 我们想到 同时用本地的这个鱼 加上我们很浓厚的 这个芝士的味道 做成一个芝士菊龙虾 推出之后 非常受欢迎 这道口味浓郁的芝士菊龙虾 也让陈永峰的天红海鲜酒家 生意是越来越好 如今 这个餐厅呢 已经成为了南亚岛上 最大的餐厅 视线聚焦日本 这位正在为顾客点餐的先生 叫做刘强 今年67岁 画面上的这家餐馆啊 是他和妻子在东京新宿区 开了25年的 东顺永饺子馆 说到这家饺子馆啊 它不仅被很多日本美食家评为是全日本第一好吃水饺 它还让很多当地居民改变了吃煎饺配米饭的饮食习惯 而在创业之初 餐馆的生意其实并不太好 为了补给家用啊 刘强的太太除了要打理店面 每天还要外出打工 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五年时间 怎么办呢 受日本料理追求精致的启发 刘强首先从外形上来保证饺子的颜值 他煲的饺子馅料格外的鲜亮 韭菜翠绿的像翡翠一样 饺子的个头也是严格控制 饺子做得不错 没人点也是白搭 刘强发现来饺子馆吃饭的日本顾客 基本上不太知道水饺 一般都点尖饺配着米饭吃 为了让更多的顾客了解水饺 刘强决定为每一位顾客免费赠送一盘中国水饺 不点没关系 你先吃不用钱 就这样 刘强制作的水饺口味正宗 逐渐吸引了一批忠实的食客 美食指南 美食杂志 还有美食评论家们更是蜂拥而至 而为了让全日本的客人都能够吃到饺子 刘强还坚持免费在日本境内游寄饺子 实现再转向布隆迪 照片上右边的这几位眼部都是包着纱布 他们都是布隆迪的白内障患者 最近中国光明星活动的中国医生们 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市 为他们免费做了手术 开展仪式当天 东国驻布隆迪大使卓瑞胜 还来慰问了患者们 据了解 这是中国光明星活动第一次走进布隆迪 预计在两周之内 来自中国青海的眼科专家 与中国原布隆迪医疗队的医生们 将为200名患者提供治疗 目光聚焦中国 您现在看到的是苏里南福建商会 疫情23人 前不久来到梅州岛的妈祖庙 恭请梅州妈祖到苏里南的场景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这位 就是苏里南福建商会的会长谢达 他介绍说 苏里南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 信仰自由 但唯独华人在那边没有宗教 作为妈祖的故乡人 谢达这次特地将妈祖 恭请到苏里南福建会馆 促进当地华人的相互交流 迄今为止 妈祖的全球信众已经超过了两亿 苏里南也是继巴西和阿根廷之后 妈祖在南美洲留下的一个新的足迹 我们再来看巴西 画面当中的这个女孩名叫王小小 去年11月份 21岁的王小小在自家经营的旅馆当中 不幸被三名歹徒残忍杀害 最近这件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据南美侨报网报道 三名凶手日前被巴西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53年44年和35年 受害人王小小是浙江人 13岁来到了巴西和家人一起居住在 圣保罗州的圣母城 事发当时小小正在房间里 不想去遭此厄运 事件发生之后 中国驻巴西使馆高度重视 立即部署相关的救助工作 敦促警方尽快破案 巴西警方也很快将凶手助纳归案 据巴西媒体报道 当地警方称 三名嫌犯为一名18岁的青年 及其母亲和继父 而这名青年还曾经是这家旅馆的工作人员 我们再来看新西兰 前不久 澳克兰华商张女士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你看 翻译成中文 意思就是 我在离开之前 将许多自制的炸弹 藏在你家附近 三年之后 炸弹会自动爆炸 起初张女士并没有把恐吓信当回事 后来一看新闻才知道 许多学校还有商家 也收到了同样的恐吓信 这引起了她的重视 难道是恐怖袭击不成 于是张女士马上报了警 她跟警察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警察说 最近确实有一些炸弹袭击 虽然不能够断定是真还是假 但是一旦发生 就不是小事 所以警方高度重视 会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留人庆幸的是 三天期限过后 爆炸并没有发生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 但是张女士仍然是非常的气愤和后怕 她说 即便只是一场恶作剧 这种行径也应该被强烈谴责 新西兰向来都是非常友好的国家 因为一封邮件 让别人在三天的时间里 胆战心惊 无法正常的生活和营业 这是非常恶劣的 视线再转向澳大利亚 上个月澳大利亚的维州爆发了 雷暴哮喘 造成了8500多人发病 8人死亡 其中还包括一名华裔男子 你看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 她今年49岁 刚刚移民澳大利亚不久 由于患上了雷暴哮喘 引发心脑并发症 住院第8天就离开了人世 那么究竟什么是雷暴哮喘呢 简单的说 就是由于炎热的雷暴天气 导致的哮喘群体性爆发 眼下澳大利亚正直出下 气候潮湿 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罕见的 大量黑麦草花粉 花粉颗粒接触水之后 膨胀破裂 释放出了更多微小的颗粒 随着雷暴天气之后的大风 被吸入人体呼吸道 而引发严重的哮喘 对了解仅仅在墨尔本 这场雷暴哮喘 就导致了全程医疗系统近乎瘫痪 救护人员曾经一度在 五个小时之内 接到了200多例紧急求助电话 药物一度供不应求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 吕奥的华侨华人 尤其是患有哮喘病 鼻炎还有花粉症的患者 千万要做好防范措施 我们再来看英国 为纪念扎士比亚和汤前祖 这两位戏剧大师 逝世400周年 之前中央芭蕾舞团来到了英国 举行了芭蕾舞剧 牡丹亭的巡演 您现在看到的是 这次巡演的最后一场 在伦敦的萨德勒知景剧院 中央芭蕾舞团的精彩演出 获得了振振掌声 实现转向赞比亚 画面当中的是赞比亚花香花人总会 日前在卢萨卡举办的 共建绿色社区免费发放树苗活动 中国驻赞比亚使馆政务参赞 陈世杰出席的活动 据了解 本资活动共向当地友人 发放了2000株花卉和树苗 我们把视线再转向英国 画面当中的是伦敦华步的牌楼 日前伦敦华步商会宣布 2017年新春庆典 将于1月底在这里举行 届时不仅会有大型舞台节目 还将在伦敦华步设立集市 伦敦华步新春庆典 是亚洲以外最大规模的 中国春节庆祝活动 迄今已经持续举办了十多年 日前各路商家 已经开始筹划营销方案 力争打造独家亮点 今天《朱梦一带一路》系列报道的主人公 曾经多次创业负债累累 不过如今他却成了 尼日利亚最大的光碟制造厂商 每年产出600多万张碟片 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完成 这样的一个逆袭呢 我们把视线聚焦 尼日利亚 给他们签了大概在当时的时候 2034年的时候 最近签到接近了100万波币 大概500万的原文币 刚刚说话的这位先生 叫做郑志坚 今年47岁 香港人 是尼日利亚拉格斯光碟厂的总经理 他的光碟工厂位于 拉格斯郊外的一个工业区 作为当地最大的光碟制造厂之一 郑志坚 他的工厂拥有10条生产线 可以生产包括CD VCD DVD在内的多种影像产品 每年能够产出600多万张碟片 注册机注册出来的部分以后 我们当经过冷却了 冷却以后 就可以去电镀室那边电镀 电镀以后就到那个保物膜 再检测就可以完成那个碟片 郑志坚呢 原本在香港就一直从事光碟生产 90年代末期 碟片行业在中国大陆 已经开始呈现了颓势 他便将自己的工厂 从香港转移到了新加坡 当时的非洲还没有光碟厂 郑志坚接到了 很多来自非洲的订单 不过随之而来的是 订单累计的欠款 之后 碟片生意在亚洲也是逐年下滑 2005年 郑志坚不得不停下工厂的业务 专程到非洲催收欠款 当时呢 我们就过来 希望就可以过来 这边收钱了 结果呢 来到这边呢 就一毛钱都收不到 还跟股东吵架了 结果分家之后呢 我就决定了 就自己呢 就把机器搬到来这边来生产 当时呢 情况非常之苦 资金也不够 也正是催款的几个月里 让郑志坚下定决心 直接将工厂 搬到非洲 他说 刚来尼日利亚的时候呢 资金不够 就只好住在临时的厂房里面 喝的水啊 都是没有过滤过的泥水 因为没有钱请保安 有一次 他的工厂还遭到了盗贼的光顾 因为没有钱请守卫 就只雇了一个老头 门也没有什么保安 当天晚上我们把那个大门锁上 大概十二点的时候 就听到狗在叫 结果呢 他们就用那些木棍 把墙壁戳破了 把我的头敲破了 就流很多血 不过最终 郑志坚呢 都坚持的下来 十年前的蝶片生产 在尼日利亚 还处于新兴产业 前景广阔 当地一家银行经理 在了解了郑志坚的情况之后 主动向郑志坚提供了 五十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一年之后 郑志坚的工厂正式得以投产 多年的时候 已经知道 这边的罗里屋的市场 其实很大 包括当时我们在飞机上 有一些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阿联酋 阿联酋飞机的时候 上面有一些书本介绍 当地来自利亚的罗里屋 就已经告诉我们的 罗里屋这边是很大的市场 自从工厂开业之后 郑志坚用心经营 除了跟电影制片公司合作之外 工厂还承接了 尼日利亚流行音乐CD 和MV碟片的生产制造 因为技术先进 服务周到 郑志坚的光碟厂 业务量是逐年增加 并且产品远销 加纳贝宁等多个系列国家 就这样 郑志坚在随后的四五年时间里面 又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 并且雇佣了三十多名当地员工 我们主要这几年花的时间 就在培养 这边用时间培养当地的员工 慢慢跟他们相处下来了 也有感情了 然后也觉得他们性格不坏 在跟当地同事 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 郑志坚与当地员工 也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感情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如何管理当地员工 也成为了郑志坚的一大难题 前不久一名在郑志坚工厂里工作了五年的当地员工 将他工厂里的中国同事给绑架了 还向郑志坚索要钱款 这件事让郑志坚非常的难过 他可能就拿了人家的钱去盖了房子 他只有一天就栽了我们的员工去的路口了 然后打电话过来要跟我讨钱 最终那名当地员工被告上了法庭 郑志坚说 在尼日利亚看电影是当地人特别喜欢的一项娱乐消遣活动 在尼日利亚一张电影碟片的售价大约是180代拉 约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块钱 这样的价格是很多尼日利亚民众都能够消费得起的 郑志坚说碟片除了能够让他在尼日利亚发展自己的事业 更重要的是他丰富了当地人的精神文化收入 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做他的正审食粮 带一些最起码最低年的娱乐给他们 他们经常的跟我讲他买一个碟片 在很疲惫的一天工作了回家 就算他是有钱人的 他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放一片碟片 一家人就可以分享了 这个是最低点然后最好的一个想法 谢谢收看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